動物園員工扮成北極熊 表演喝可樂 搏眼球 吸引人流 增加營收 人類夾扮動物 賺錢的詐騙手段 竟然在美國洛杉磯真實上演 Oh my goodness 監視器畫面中有不明生物 爬進一台要價不菲的豪車當中 大肆破壞 乍看之下似乎是一頭熊 然而事實可能讓你大開眼界 美國洛杉磯四名男子 近日遭到逮捕 並面臨保險詐欺重罪起訴 理由是他們幾個月前 分別向保險公司提出賠償申請 聲稱他們的豪車不幸遭到熊 攻擊與破壞 損失慘重 然而這四人理賠故事 幾乎一模一樣 讓保險公司察覺是有蹊蹺 整起事件荒謬到連調查員都忍不住笑場 經過技術分析以及生物識別 保險公司發現兇手熊真實身份 其實就是車主 目前四名嫌犯已被指控 向保險公司詐騙超過十四萬一千美元 原本想靠半裝發財的熊財大略 最後卻弄巧成拙 3D新聞是非商人報導